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大家知道南华也有一个女子李志豪 可能身边有几个朋友都叫李志豪 所以其实在搜寻器上面很难找到自己的资料 也想改一个新名特别一点的 令到大家容易去搜寻我的东西 找到我的音乐 嗯 说一下你的近况是怎样呢 我的近况最近推出了两首的主打歌 第一首是《自由》 第二首是《沉伦》 这两首歌也是我和张祖成的作品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化学 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想去什么 希望大家会喜欢 嗯 你是亚氏出身 对于旧公司有没有什么新宣事可以分享一下呢 亚洲电视对我来说是一间母校来的 因为里面的人 人情味很好 还有里面是学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跟大家读完书一样 虽然这间学校过去了 但是我都很怀疑那时候的生活 嗯 恭喜你加入了新公司 嗯 那当时是怎样认识到这间新公司的呢 这间新公司不得了 就是因为呢 那时候呢 其实我去完台湾 然后回到香港 找过几间唱片公司谈过 其实都 大家又可能不投契 合作不了 好 说一下你和两位同门 陈泳先生和李美琪的一起工作 有没有发生了有什么趣事分享一下 其实当然有很多趣事啦 因为说了我和师姐先啦 其实123是一个很爽快很爽朗的一个人来的 和他合作其实是没什么压力的 因为他自己的想法呢 他很容易会透过自己的表达出来 那令到整件事呢很直接 那所以我其实很喜欢他这种表达方式的 那另外呢 Purisa也是一个才女啦 他又可以填词啦 他又可以作曲啦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合作呢 其实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的 那至于李美琪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趣的女仔啦 那我经常都会和她顶嘴的 因为其实她是一个很机智啦 很有智慧的女仔 那所以我经常都在考那些转数 嗯 那我想说呢 那你由之前 亚洲星光大到开始参赛 嗯 到现在又再重新去做回歌手这个行业 是 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一下 给一些 呃 呃 呃 是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 最紧要大家 要保持住 一开始 中意音乐的初冲 那么 那个初冲呢 就是你继续向上爬的一团火 如果那团火呢 要 那些叫做什么 要刚好火候的 应该爆的时候就爆 应该收的时候就收 只要呢 大家有那团火在这里 其实自己就会有一个力量 继续走 那还有 不要被失败阻撓到 因为每一次失败 其实你会想 那次失败里面 你吸取到什么经验 还有学到些什么 只要你找到这些点 那其实呢 走下去是不难的 嗯 那最后说一说 你未来会有些什么 未来的动向呢 未来动向呢 未来的动向呢 今年啦 希望可以出到一首新歌 那还有 可以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自己的世界 用音乐 那还有 我未来会在YouTube 会开到一两个channel 去做一些 有趣一点的东西 那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嗯 好多谢阿Simon 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拜拜